字幕提供 喂 扣肉 這是虎掌菌 用黑虎掌菌 那次基哥也用虎掌菌 扣肉多漂亮 一層一層 有料到 最漂亮的一塊 扣肉最糟的 其實是沒有肥的 其實沒有人吃的 沒有肥的 被醒了八個人 益殺基哥 如果你在這裏就兩個人打 基哥兩抽 幸好泰龍不在這裏 兩抽 繼續繼續 這個厲害了 什麼來的 禮魂紫晶彈 突然間製作出來 沒有餐料 說出來 我有些禮魂紫 但我這裏不是禮魂紫 好像蟹黃 他說這裏是 因為 你知道禮魂紫 那裏是紅色的 真的像蟹黃 但挺美味 還有這麼多 這裡很多 他說這裏是禮魂紫 我真的要請教別人 我不敢肯定 因為我們那裏 禮魂紫是紅色的 你知道哪裏 禮魂紫就是彭紀春 但不多 你知道彭紀多小隻 又叫蝦辣 辣字很難寫的 那裏是突然間製作出來的 還有一些突然間驚喜給我 越吃越多 不是吧 又製作一些 又想一些別的 人的識代客之道不同 你 經常請人吃一兩道菜 又是請人吃飯 火都來 繼續 這個就是鴨 燜雞 就像豆醬雞一樣 但有芋頭 加上雞雜 雞很好吃 是新鮮雞 從元朗拿出來的 新鮮雞 但有雞雜 是用麗糊加豆醬嗎 是嗎 對 是不是豆醬 對 如果你肚子餓就很棒 哪裏吃得太多東西 而且這樣燜雞 他用燜鴨的方法來處理 豆醬雞當然是燜雞 不過他們加了芋頭 豆醬雞就是這樣 潮式也是這樣做 雞肉 但是雞很漂亮 還有阿成 蛋炒得不錯 這個好吃 醬拔龐炒蛋 炒得不錯 這個又能保持鮮味 但是它是醬拔龐 要不要再炒開 炒到半熟才會熱 它應該是醬拔龐 拉拉油再炒蛋 不然沒有白白可以這樣 不會飄水的 明白嗎 我在鄭仲悼 悼念我朋友 引進醬拔龐 蛇王彪 李唐走了 以前是去引進的 蘇格蘭那些醬拔龐 是他找回來的 很招職的 又找到綠根 又找到綠肉 幸好我當年都認識這間店 有時候他有種過風 又回大陸做過生意 很多主義 他的名字叫蛇王彪 他是小菜館 一開始有人叫我去蛇王彪 說要吃蛇 不是 那裡有很多古怪的小菜 很多東西 二十多年前 他在觀看 但這個蛋真的炒得不錯 挺爛的 挺爛的 還有這個 阿誠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又是 油鴨 胡桃煲 一樣 跟我雞一樣 不同 這個不同 他沒有加過豆醬 是是是 但你都是 全部都是 都滯滯的東西 那怎麼辦 我好像你這樣說 以後都不聘請你 不可以滯滯的東西 好吃好吃 大哥 現在不是叫你平菜 吃東西 阿梁先生 你經常評判賞身 真是吐血 我繼續 還有阿誠 這個 這個 好厲害 這個 鯧鯧鯧 大鯧鯧 那個碟很大隻 不是 一條魚大條 你可以這樣說話嗎 你叫做文人 衰格 尖尖刻薄 那一條碟很大隻 你這樣就暗有所指 即是說魚小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魚 跟魚比例 是不是對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 不要那麼尖酸刻薄 對 留一點點口德 你說話 真的 這個就是潮式 有魚的做法 是 它是加鹹酸菜 加一點辣椒 腺底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那個時候吃得飽了一點 如果不是這個 這個早點來 這個魚不便宜 大佬 幾塊水的 這魚還有這條魚 開了邊,放進去,有鹹菜 這個好吃,真的好吃 潮汐,有些不是這樣蒸,很少開了湯 我看它在那裡開了少許邊 直接開了,湯開了邊 直接放進去,放了番茄和蔥菜 但這個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雖然不是包心事 但它是想過的,每一樣菜都是 怎樣說呢,它覺得是好才拿給我們吃 這個真的,不能說 它好像有半煎煮的款式 這叫吹 我醉 OK OK 繼續 因為這些蒼魚,擠旗是最好吃的 這個就是順德的魚韻羹 這麼多料 見魚不見羹 是我吃過這麼多次最厲害的魚韻羹 太多料 大哥成麻煩,拉近一點,拉大一點看看 很多東西 真的 看看鳥的部分 有時候,班哥 我覺得,給人家喝一點點 也好 這個就是有什麼呢 有菊花 當然有魚韻 當然有木耳 有冬菇絲 又有火腿絲 還講究 放上花膠 花膠桶 那豈不是很稠 你放上花膠桶 你的膠就很重 其實有時候 要適當有些羹給人家喝 羹又不像湯 是 稠的東西才叫羹 又太稠 那人家 超乎你 當然 做到粥 粥,太多料 粥,很多料 我吃過最多料的魚韻羹 你用最多料來形容 是啊 好像還有海參 我忘記了 很誇張 是不是有陳皮 陳皮一定要有 沒有陳皮怎樣做魚韻羹 一見見到 蛇羹魚韻羹一定要加陳皮 大佬 五個不行 火水 那它不用下芡去推 因為你有這麼多料 慢慢熬出來都可以 膠質 基本上也不用太多料 但很好吃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這些是粥料 真的粥料 以前是的 蛇羹皮是因為切刀工的問題 不是 只要切死你 對 繼續繼續 這個 剛才那個 這個呢 開羊 不是 乾蔥 拌麵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它說是 什麼呢 竹生麵 蝦子 蝦子 還有香蔥 蔥油 拌麵 但這個好吃 我看過蔥油做得不錯 真的不錯 這個 還有它的蔥絲切得很柔 是嗎 是啊 是啊 不是它炸過的 蔥絲炸過的 找香蔥絲炸過的 炸過的 炸過的 它要那個油 是啊 要那個油 真的不錯的 真的 蔥油 竹生麵 沒有說錯 現在好像多了幾檔做竹生麵 竹生麵一向都有的 現在我認識那個永雄麵家 那個 那個 現在他的兒子做 二十幾歲仔 在香港仔 王竹坑租過的地方 專門做打麵 阿基哥就跟他拿麵 他的麵就是沒有什麼鹼水 鴨蛋黃多些 所以賣得貴些 香些 香些 他不用怎麼酒鹼 這間不是龍河間 那是另外一間 但也是竹生麵 但麵都不錯 你所有麵都要酒鹼 不酒鹼 就變成 而且他不是 他還要攤在那裡找些濕毛巾 對 讓他慢慢發 還有你酒鹼的目的就是讓他吃下去 第一爽一點 第二摸種鹼水味 你打麵一定要加鹼水 但是有些人用雞蛋 有些人用蛋麵 有些人用鴨蛋 人家說鴨蛋好些 香些 那好像是一樣的 每間店鋪的研究不同 因為現在很多雞蛋 雞蛋味不夠 那天永豪的時候 老婆說 旁邊開了夏銘記 什麼什麼 夏銘記判了給別人 我聽說 我有什麼所謂 最好整條街都做運氣面 那不是做旺的事 做旺的事 誰知道不夠兩個月 夏銘記撿在旁邊 真是糟糕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